我们现在在研发火枪 孙安佐想要研发他的火枪 艺人孙彭迪因儿子孙安佐 带着经纪人现身信义去夜店 一路大摇大摆 走不停 仔细一看 他们身上竟还带着一把瓦斯火枪 一度想要当街实测 反正安佐就是最近在研发这个火枪 然后他最近也做比较多人平性的东西 火枪的部分大家讲 你不要回答 口中不停讲着日语伸手当嘴 要经纪人不要讲话 但看来经纪人更怕安佐讲话 赶紧把孙安佐按捺住 制止他真的拿火枪实测 但沿途依旧出现脱续行径 一路不讲话匕首画脚 突然坐下来跟路人合照 还不断逼出动漫首饰 孙安佐现身闹区引发骚动 下去三张里派出所不敢大意 全程监控 事后也将火枪送宴 请他们到案说明 强调火枪没有违法 而且当天也没有插上瓦斯罐 是要举办一场拯救世界 慈善活动所以宣传武器 只是先钱才放话 二十五岁要干大事 这次跟经纪人 攜带大型火枪怕发燥 争议不断的孙安佐 就怕再度引发 民众恐慌 记者黎晴黄玉兰特别报道 炸鸡店业者把热腾腾的鸡排 总共两千七百元 送到彰化河美 订购者提供的指定地点 屋主却超级无奈 说他们根本没订餐 诸如此类的事 从四月开始就陆续发生 整家人被搞得极权不宁 各式各样的餐点饮料 大小包裹 全部署名师小姐 被送到同一个地方 甚至还有同时五六台水肥车 开到家门口 说有预约抽水肥 最过分的是 曾有藏仪社道府 说有来店要求服务 连林姑塔也帮他们订了 这家人天天被骚扰 只能报警处理 他是被恶作剧 他也很困扰 然后没想说 他竟然是 他也是不得已的 然后想说那没关系 我们就去想办法 去把货拿回来 施先生怀疑 背后冒名下单的键盘兽 可能是儿子的前女友 两人交往半年 本来论急婚嫁 却被女儿发现 女方疑似还没离婚 还有上一副债 反对弟弟跟他交往 却被狭愿报复 听他们讲说 有欠厂商的员工的 还有包括他诈欺 诈欺人家的保险费 还有诈欺人家的投资 被害人士小姐统计 个人被冒名订购的商品 已经累计40币 价值10多万 警方指出嫌犯多实用 网路下单 也没有留下姓名电话 正全力侦办中 不让其他店家受害 记者 陈车伟 王俊杰 李云杰 这种话报道 道路最外侧的白车 大回转 这时有外送员 直直往前冲 碰的一阵猛撞车身 后座物品全飞 热腾腾的便当 散落满地 骑士看傻眼 双方都违规闯红灯 驾驶大回转没在看 发现闯火又慢慢退回去 一旁路人冲上前关心 事发地点在台北 是青岛西路 外送员撞上违规的回转车 喷飞倒地 网友指呼 是后退是要退去哪里 惊悚车祸也在新北市新庄上演 打方向灯 骑士准备右转 左侧这辆白车 却突然一往右前 撞上车位 害得骑士重心不稳 左右摇摆在重重落地 一度痛的爬不起身 夸张画面再看一次 白车在执行车道 不打方向灯 任意变换车道 骑士根本闪不了 驾驶撞上后还不停下 继续往前开 网友痛批 驾照是鸡腿坏来的吗 撞到还不马上停 赶快开离现场吗 同样在新庄 18号早上 新泰路上也发生恐怖景象 骑车呈现90度倒立 就在公车底下 车轮还被卡住 动弹不得 紧紧放三角水警示 骑士车纷纷让道 原来当时 61岁的富人 骑车从外要切到 内侧车道 却没注意一旁来车 先是被撞倒后 倒在公车这侧 结果公车一开 车轮移动 车子就变成垂直 好断女骑士 轻微擦错伤 美神没违线 警方也再三提 骑车真的别乱转 接约伟林顿轩 台北新北报道 客运司机开到一半 有乘客反应 很热 想吹冷气 一点风都没有啊 后面 男子认为只是询问 不是故意找查 但司机却这样回复 让他瞬间暴怒 你讲的什么话 你是服务的 你没有开空调 我不能问啊 你说不要坐 你的车 你讲 你什么服务啊 男子走到驾驶座旁的理论 司机不断重复 不开心可以下车 场面相当火爆 车上其他乘客全都看傻 背车你开什么车啊 我基本上就真的是 爆背车啊 你开到警察地区吧 我没有要开啊 我现在已经下车 我已经做不到好开车 你空调开不开 我上台就爆背车 那你刚刚可以跟我讲 你车子不好啊 你什么叫我不要坐你的车 我没骂你啊 我骂你什么 是你先回答没有礼貌 我没有要开了 原来公车是空调故障 好好说明就好 司机就这样车停在路边 表示情绪已经被影响 不断打电话给远景级公司 不愿意再开 六号晚上坐上桃园这般 5060末班车的乘客 全程目睹这情境全都看傻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要多一点 互相抵养 针对驾驶员当任 对于乘客不礼貌的情况 本公司已将该名驾驶员 纳入不合格人员教育训练 乘客气信还好当下是晚上 下班下课时间 否则白天遇到司机开到一半 罢工后果不堪设想 但公车设备有问题 司机也能好意提醒乘客 避免引发双突 记者刘居展李嘉燕桃园再访报导